大家好,我是周徐伟 今天是TigerTunes Taiwan 虎哥疼惜台灣 跟大家叫做直播 今天我非常非常的榮幸 請到我心目中的英雄 也是國軍舉光聯隊 我們前任的屏東團款區的司令 黃東輝司令 你好,龍和兄 虎哥好 你好,請坐,謝謝 你看,真的就是一個軍人出來那種 雄壯威武的氣魄 他也是反連改南部聯盟的召集人 過去曾經是永遜主擊手的第一名 也是舉光聯隊長 也是國軍英雄 所以他對國家的貢獻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他在從民進黨推動所謂的連改以來 他就跟著許多的弟兄 一起經歷過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 那這個民進黨推動的年改 到了現在為止 對於許多這些退伍的跑者兄弟來講 或者朋友部署來講 都造成一些非常大的影響 那我今天就很想要請我們東輝司令 來跟我們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謝謝 謝謝虎哥 尤其我想先請您談一談 就是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對於我們這些所謂的 退伍的這些軍人 到底造成了心理上跟生活上 到底有什麼樣的衝擊 很感謝虎哥給東輝這個機會 認識虎哥第一次 我們在2018年的11月20號選舉前兩天 我們有個小妹妹要出來選預言 叫江金妹 我們在半夜1點鐘的時候打電話給虎哥 希望虎哥能夠帶著我們屏東縣長候選人 蘇清泉 對 清泉兄 一起到我們最遠的高山山地門 來跟我們加油 虎哥半夜接了電話 第二天早上清晨6點半就到山地門入口 所以說虎哥的情意相挺 東輝覺得今天虎哥來找我到這邊來跟虎哥直播 對 除了有榮幸以外 我也覺得虎哥是一個情意相挺的 我更應該來表達這個虎哥現在了解年金改革的問題 當我們年金改革違反了信賴保護 跟不溯氣網的原則之後 他徹底的摧破了我們軍公教跟政府之間的一個互信 尤其整個操作的過程裡面 他把軍人定調在貪得無怨的米蟲 這個對我們軍人來講 是一個我們軍人是榮譽為第二生命裡面最不能接受的 對 軍人的第二生命就是榮譽 尤其是我們很多人的尊嚴在這樣一個定調醜化 把我們掃落在地上 尤其是在無形裡面 對未來的國家整軍備戰裡面 我們看到後備軍人兩百萬以上 這個戰力上面在無形中已經增加一個不確定的 不安定的一個隱憂 這段時間跟虎哥您講 我看到我周遭的好朋友 軍公教數十萬人 批判命 脫了老命 在打這個行政訴訟 尤其公教從去年的六月十三號 送到司法院裡面的真釋憲的案子 不受理 到了今天我們軍人也在努力 在釋憲這個到目前為止 政府的態度 司法院的態度 都沒有明確的表達 也在社會上產生了這個不安定的一個現狀 說實在話 全世界民選的政府 他不會在既有的法律裡面 自我去摧毀他 我想今天小英總統 對這個年金改革的操作 他缺乏的一樣 對社會人民更深一層的情感的理解 尤其他把年金改革 當成他操作裡面的一個驕傲的政績 他殊不知 這個一刀砍下去以後 他把這個撕裂了這個族群 尤其是造成了我們年輕世代之間的一個對立 尤其造成了我們職業別互相的一個對立 同時他也不知道 開始燃燒起這個仇恨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想歷史上 一定是無形的 他一定會無形的檢驗 每一個政治人物 他走過了痕跡 今天他做了什麼 這個歷史上將來都會交代 我們希望我們社會跟政府 更需要以更理智更成熟的態度 來對年金改革 目前對國家未來的一個發展 在整軍備戰上面一個隱憂 然後在社會的經濟動脈上產生的影響 尤其是現在社會上的不安定的因素存在 是因為我們認為目前造成最大的一個隱憂跟衝擊 有許多朋友跟我講說 因為這樣的一個改變之後 減少之後 有許多的軍工教育退休的人員下來之後 到了晚年後來生活上 社會有一些經濟上的困難 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 據我同學來講 他中校一男幹完了 他的小孩子目前 一個剛剛念國小一年級 一個國小六年級 他面臨了生活上 居然沒有錢沒有財產 他第一個要貸款 租房子買房子 連汽車也沒有 小孩子的教育補助費 但目前尤其是上校 一刀砍下去說不准有 我就不知道上校中校未級或者降級 有什麼理由這一刀砍下去 像類似這種弱勢的族群 特殊的案例 都是我們將來政府 應該去正視它 其實有很多人生活上 已經形成了疑憂 造成了它非常大的一個痛苦 我想的其實也不只是軍人 就是軍工教警 這個全部在一起的這些公務人員 基本上都受到了這樣第一個 言語上的羞辱 大家覺得說這樣的一個羞辱 謾罵抹黑是不公平的 甚至挑逗其他的社會上 其他的不同的業別的人 來敵對仇視這些軍工教警 我覺得這個在社會上是一種撕裂 是非常大的一個錯誤 那麼也因為這個 他們所謂的年改的制度 會造成許多的人在年老的時候 如果你要去租房子 要去生活 那麼甚至有小孩要照顧 甚至將來可能年紀大一點 也需要其他的傭人 來照顧你的生活的話 那基本上是沒有這個錢的 所以有許多人非常擔心 這樣的生活怎麼辦 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不只是退役的軍人 還包括了許多的警察 公務人員 老師 他們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前一陣子也有一些勞退基金 發生可能會破產的 這個問題發生之後呢 民進黨就馬上講說 我一定會去補這個錢 其實我很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的中央政府 這些錢你們花到哪去 這些錢不是只有你 只有政府有出 這些所有的勞工也有出 那這些所有的公教人員也有出 所以你不可以任意去講說 會有破產的原因 所以政府是施恩會來把這個 不會讓它破產 這是錯的 這麼多的勞退基金 你們怎麼樣操作 讓它會賠錢賠到 這樣一個悲慘的地步 我覺得政府要去查清楚 對這些所有的軍工教警 甚至勞工人員 必須要做一個很清楚的說明 來負責 我另外也想借著這個機會 跟虎哥談一談 我們在整個兩三年來承抗 尤其是政府在操作這個年金改革 整個粗暴的過程 我也利用這個時間來表達一下 這兩三年來我們走上街頭來承抗 在記憶裡面 我記得從前年的三二九 我們在正江街突破了這個封鎖線 對 然後在前年的5月28號 我們發動了地方的如影隨行 遍地開花 造成了全國各地對這個錯誤的政策 當選者應該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聽我們的聲音 我們都沒有聽到 然後不斷地在6月26號 我們也曾經到了新竹湖口 三元公等他去跟我們三元公的神明拜拜的時候 我們來表達 我們到了桃園機場 也表達給所有的這個國內外登機的 後機的來聽聽我們的聲音 甚至一到八一九 我們也表達這個聲音 也接受到慘痛的教訓 一直到了去年 我們二月二十七號 廟德仁學長 他為了這個爭取視線 爭取我們軍人應該有的尊嚴 應該有的權益 他也犧牲掉了 同時在二二十七裡面 我們也把這個軍人 真視線的結心 在四月二十五號 完全地做一個勇敢的表達 當然這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除了犧牲了廟德仁學長 同時我們很敬佩了陳玄玉學長 手指也被剪斷了 我們的王高崗學長 目前也過世了 等等在整個這個陳幹的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表達一個聲音給我們當選者知道 人民他有理由 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走上街頭 當你用鋼刀刺絲 號稱最會溝通的政府 就完全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那我們人民在這個陳幹的過程 就跟燃燒的火苗是不會停止的 所以說我希望在警方的執法過程 尤其一定要考慮到 今天我們警方 一定不要用不好的手段 違法的手段 因為我們都是同仁嘛 都是兄弟嘛 所以當選者在一個民主時代 絕對不能拿著這個鋼刀刺絲 用不好的執法粗暴的手段 造成這個陳抗的一個後果 一個不確定 一個將來一個未爆彈的 一個導火線的延伸 您剛剛講的是非常有道理 我做過沈議員 做過立法委員 做過台北縣的現場 我在從政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都記得一句話 就是政府要有誠信 政府要有信賴保護原則 也就是說政府定下的所有的契約 都必須要依照契約來執行 如果連政府都不能夠信賴的話 我們還能夠信賴什麼 所以在憲法裡 在所有的法律裡 都有保障軍工教禁 退休的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是國家的契約 國家對軍工教禁的契約 受到憲法跟法律的保障 我個人一直認為說 民進黨這種用黑機關作業 用抹黑的方式 來推動所謂的年改 其實是違反憲法 法律跟政府的信賴保護原則 所以我相信 所以國民黨有意要出來參選總統的人 都應該會有一個目標 就是當我們當選總統之後 我們一定會 廢止民進黨這個違憲 跟違法的所謂的 免改的相關的法條 這個部分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應該 有這樣的一個默契 其實不需要視線 也不需要再重新去立法 這個不合理的法 違反政府誠信 違憲違法的法條 應該直接把它廢除 我再重申一遍 我們所有國民黨 要出來參選總統的人 如果我們當選總統 我們就直接廢除這條法律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應該走的 一條正道 同時 我也在這裡要想講的 當民進黨在推所謂的年改的時候 對所有的軍工教警相關的人員 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羞辱跟抹黑 這是政府更不應該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軍人 尤其是軍人 他保家衛國 根本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照顧家裡 更沒有任何的事業 他們的一生的生命 心血 時間 智慧 青春 全部都奉獻給了國家 民進黨的蔡英文 跟你們民進黨所有的立法委員 你們這些人 怎麼可以用這麼卑劣的方法 來銷入效忠國家 效忠人民的軍人 怎麼可以用這種方法 來去剝奪軍工教警 在憲法跟法律 以及國家契約裡面 賦予給他們的退休的待遇 所以我認為 用補償是不夠 基本上來講 就是恢復 而且 法律不溯及既往的精神 是我們更必須要遵守的 所以我在這裡 我跟各位說 我從事公職人員這麼久 我沒有看過 有哪一個民選的首長 甚至政府 會用這樣的一個違法違憲 跟粗暴的方式 來對待我們自己最好的 為國家服務 打拼犧牲奉獻的好的同事 我真的不敢相信 所以我今天 非常的 謝謝您 您是所謂的 南台灣的 反連改的 抗暴聯盟的領袖 那我想說在最後 還想再跟您請教一下 您還有什麼想要跟大家說的 我感謝五個 對我們軍公教 非常誠心誠意的 站出來 趕講 在2020的總統大選裡面 我們想看到一個 能夠具備高度 格局 勇敢 有決心的領袖 我們也希望 所有的 不管藍綠 要選立法委員的 也都勇於表達 對軍公教的一個支持 未來 軍公教是國家整個 發展 維持穩定的 最大的一個根基 連陳水扁總統都講 軍公教是國家重要的資產 所以我希望 看到虎哥 對我們軍公教 這樣努力的 為我們爭取 尤其感同身受的 來了解到我們的心裡 我東黑在這邊 覺得 未來 我們國家 還是充滿希望了 我們也想看到 一個領袖 要有勇氣 國感 誠信 而且為軍公教 國家未來的發展 立下 我們應該有了根基 來繼續努力 謝謝虎哥 我們一定會朝這個方向努力 今天最後我想用 南淮景老師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來告訴蔡英文 以及所有的 中華民國的政治人物 南淮景老師是這樣說的 政治沒有是非 但是有報應 我覺得大家都要做好事 會有好報 今天非常感謝 洪東輝 謝謝虎哥 指令 謝謝您 謝謝虎哥 我們下次再聊 虎哥 Tiger turns Taiwan 虎哥疼惜台灣 今天的直播 就跟您說到這裡 謝謝 我們一起為軍公教加油 加油 加油 為國家加油 加油 我加油